而最终警察打了电话给我 就说捉到个犯了 而那个犯人是一个 大家如果是喜欢韩国 或者是对韩国也有少认识的朋友 应该都会有听过 很多人说韩国一个治安很好 很安全 是没有人偷东西 CCTV是做得很足的一个地方 譬如你在餐厅或者cafe 你去叫食物的时候 你的银包和袋全部放在你的座位里 离开都是没问题的 我之前一直都是这样觉得 但是以下来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亲身经历 大家听完之后 就可以判断一下 韩国是否真的这么安全的地方 话说3月29号的时候 我晚上搭的士回家 韩国的士是可以给卡 所以我就拿出了一张韩国信用卡 嘟一嘟 然后我就下车了 然后回家的第二天 因为我经常没出街 也没花过任何钱 所以我就没拿过我的银包出来 然后再隔一天 我要出街了 我就开始在找我的银包 但是在我平时会放银包的位置 我都看不到银包的钟影 我心想 蛤 难道是我不知乱放在哪 因为有时呢 我是会乱放东西的 但是当下我是很赶出门口 而刚好处就是我 搭的士时给那张卡 我就直接放在我的衣袋 所以当下我也是有卡 可以用 我就不太担心 我找不到银包 这个问题 只是不知塞在哪 反正我回到来 应该就会找到的了 那好啦 然后我出街 回到家 我就再找 找了一会儿 也是找不到 心想怎么办呢 我塞在哪 没理由的 所以我就灵机一触 打算看一下我的银行APP 看一下我不同的卡 最后一次 录卡的地点 在哪 那我就有可能会知道 我把这些卡放在哪 然后我打开了银行APP 一看 我发觉 咦?3月30日 凌晨 在某个便利店里 有交易过 但问题就是 我根本没出街 凌晨 我很少凌晨在便利店里买东西 一定不是我 我还在这儿害怕 会不会自己喝醉 忘记了发生过什么事 但是 不可能 因为我根本整天就是在家 我先把银行APP 所以一定不可能是我 然后我再看前几笔的记录 都是便利店 而且银码是很小的 是几百瓶来的 几百瓶大概可以买到一杯咖啡 我是不喝咖啡的人 所以 更加不可能是我 然后我再看到 银行卡的地点 是根本 我平时不会去的地点 所以我就心想 大件事 我应该是不见了银包 因为 虽然我喜欢暖房东西 但是银包这件事 我真的很少暖房 因为我通常都是 摆指定的某几个位置 加上 我看到有人摆过我的卡 而我记得 当日那张卡 是一直在我的银包里面 所以我基本上 100%确信 是我跌了银包 但是 问题就来 究竟是哪里跌了银包呢 我真的 完全不知道 而唯一最有可能性的 就是我下的士那一刻 我张卡 是在我的银包里拿出来 然后 我的银包 我可能就没有放得很清楚 然后就 我不知道跌了在街上 还是跌了在的士里面 唉 而我的银包里面 是有一张五万银 一张香港提款卡 一张香港信用卡 和一张韩国的银行卡 和车牌 幸好我平时都喜欢 把香港和韩国的银包去分 所以我香港身份证 和香港一些更重要的卡 就还在我家里 我在韩国的银包 就是放一些 我平时真的会用到的卡 所以我都确信了 是不见银包之后 我就立刻就去警察报警 但是因为在韩国 其实警察都有分 警察局和派出所 那布室这一部分 就是需要去警察局的 所以就特意去到警察局 下口供 就写外边不见 什么时候不见 总之把我所有记得记得 我就写完去那张后宫子里 去完警察局 他说他还不能帮我去调查 因为我记得资料不够详细 就是因为韩国还有分地区 去进行这些调查的工作 所以就要我本人去 就是要知道正确的地方 然后他们才可以调到那个CCTV 然后才会查到 谁用了我的卡 其实如果没有人用我的卡呢 我们就不用去警察局 去派出所就OK 我刚刚有写一张纸 然后那张纸上面最后有写说 希望惩罚那个犯罪的人 你真的理解不了那个人的这个心理 他觉得要不就是小孩子 要不就是可能露宿的老人 对对对对 因为正常的成年人会知道 用卡的话一定会被发现 被抓到 对一定会被抓到 因为这韩国怎么 CCTV 然后都是电子化的地方 怎么可能会抓不到 那我不见了那么多卡 我就每张卡都在查 究竟我会不会有其他损失 但是非常之幸好 因为他可以抓到的卡 只有我那张香港信用卡 和韩国银行卡 那他就只抓了我韩国的银行卡 不知道为什么香港那张信用卡 他没有抓到的 但是我韩国银行卡的损失 总共是大概2-3万万元 但是我会觉得 为什么要抓我的卡 我都立即去了银行去损失 但是因为警网都需要调查 我就去银行print了一搭 那张卡的交易记录 我发觉全部基本上 都是在同一个地区发生的 和我家都有段距离 重点就是 我和银行损失了那张卡 那个人还有试图去抓我的卡 但是当然交易不成功 但是这些记录 全部都在银行的记录里看到的 我就把这些资料给了警察 帮我调查这一件事件 就是向实刑警 便衣警察 不知道我觉得很刑 但是原来韩国 警察都有分区去做事 那为什么他要问我 拿交易记录呢 是因为他要知道 犯案的地点在哪里 那他们才知道 他们有没有权去查那件事 那刚巧就显示到 是他们可以查的区域 所以就由我报警的 那个警察局的警察 来去调查这件事了 我报警之后 那几天呢 其实不断都有来往电话 然后他们都说 有翻查不同的CCTV 但是原来呢 又得知了一件事 就是 一向我以为 我猜大家都应该这样觉得 就是以为 韩国是有很多CCTV 所以你作奸犯科 是一定会抓到 但是原来不是咯 那个警察跟我说 原来不是所有地方都有CCTV 其实是有些街 有些地方是会有漏洞的 所以某程度上 是要看运气 而最终呢 警察是打了电话给我 就说 捉到个犯了 而那个犯人呢 是一个69岁的阿伯 但是呢 CCTV是拍不到他 撿到那张卡的那个情景 但是犯罪的画面 就是拍到的 而警察问那个伯伯 那为什么你要犯罪的时候呢 那个伯伯说 探心 因为看到有张卡 所以他就想拿来用 但其实呢 这件事 是任何一个韩国人呢 都是不会这样做的 因为韩国人的话 他们从小到大 都有个概念 灌输就是 周围都有CCTV 所以如果你要犯罪的话 是很容易被人捉到的 那的而是确 那个伯伯是被人捉到的 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伯伯 竟然会犯这些这么少的贪念 他真的 几百万几百万去捆 其实如果他真的要用我的钱 他应该要捆多些 为什么转这么少呢 所以你说我只贪这这么少的便宜 但是就被人捉了 是这件事很不值 为什么要这样贪小便宜 这样犯罪呢 那个犯人捉到 然后警察跟我说 就说会有检控官去charge他 所以之后检控官呢 是可能会打给我 我有机会可能要上庭 那些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现在进行成什么 那虽然那个犯是捉到 但是我的银包在哪里跌呢 就看不到 因为我不知道跌了在家附近 还是跌了在车里面 所以是 没办法帮我找到 而那个犯人呢 就说他只是在地上 看到那张卡 就看不到我的银包 所以他就只用了那张卡 那听他这样说 好像合理的 因为如果他收到其他卡 他应该会用我香港的信用卡 但是他又没有用到 所以我觉得他说的东西又不是没有可信性的 但是我觉得找不到银包有些可惜 因为我的银包是用Chanel的卡片套 而在韩国是很难买到Chanel的卡片套 所以我真的很想找回银包 那在警察的网里面 有一部分是失物认领的 那我就上了去看看 会不会有类似我的银包被登记了呢 那我看到是好像有的 写着黑色Chanel卡片套 然后就在某个区 那我就走了某区 但是最后 发现高银包不是我 因为高银包里面是有夹了其他卡 总之不是我的 那所以呢 我就非常之可惜 正式和我的卡片套 说bye bye了 没错 那不知道大家听完我这个分享之后 还会不会觉得韩国是一个很安全 治安很好的地方呢 我只要觉得 某程度数是我运气不好 因为说真的 其实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 都会有好人和坏人 而今次我这样 不见了银包 其实某程度上 都是我自己的 不小心 但是 就发现了原来 我们一路 所以为的 有CCTV 就一定会捉到犯 的这一样东西 是不完全正确的 所以自这件事之后呢 我就真的打醒了12分的精神 其实我20多年人生以来 我真的很少不见东西 我只是试过 小学生的时候 不见了手提电话 但是因为那只放在我的校裙袋里面 我的袋太多东西 所以它就不小心掉了出来 我从来没有不见过银包 锁匙这些 那么重要的东西 这次是我人生第一次 我想说我在韩国已经入了警署 N次 应该入了4-5次 很多个第一次都在韩国发生 对了 所以今天这条片呢 就是想跟大家说 不要太大恩致要去 依赖韩国的CCTV 因为有时候可能真的 帮不了手都未必 但也不是说要借这件事来说韩国不好 因为 我觉得这个纯粹是一个很个别的例子 只是我的运气不好 但是同时也想提醒大家 真的随时都要小心自己的抢物 如果你住了韩国的话 都好一点 你可以找韩国朋友帮忙 或者你自己懂韩文的话 你就可以处理这件事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观光客 你是来韩国玩的 但是你不见了你的财物 那就会变得很麻烦的了 但是如果真的不错 你是观光客 然后你不见了财物 的话怎么办呢 那韩国报案热线 是会讲不同的预言的 希望大家没有需要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触碎 不错 有需要的话 可以看到这条片 下面资讯栏 我会放一些连续 大家有需要的时候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因为之前我在日常Vlog里面 说我去警处保境的时候 我看到有些留言都说我很担心的 其实不是什么大事 那多谢大家的关心 那么喜欢这条片的话 帮我按照你之外 那我们下条片到最见了 多谢大家收看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